大家好,这里是木瓜电影 但唐伯虎的母亲却埋怨他不应该暴露了自己的功夫 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仇润在追查他们 第二天,唐伯虎在与几个朋友玩游戏时 见到了华师太府里的丫鬟邱香并对他一见钟情 于是就到华府里当了一名家丁并伺机追求邱香 在华府里,唐伯虎被改名为华安 一直干着各种又脏又累的杂活 还因为老是对邱香献殷勤 被辅上的家丁打了一顿 邱香十分喜欢唐伯虎的诗 但华夫人由于年轻时与唐伯虎的父亲有过一段感情 所以极其厌恶唐伯虎 明明家里所有人都不准提起他 但有一天,邱香却不小心将一本珍藏的唐颖诗集掉在了地上 被华夫人发现了 华夫人追问这本诗集到底是谁的 唐伯虎挺身而出,替邱香顶了罪,赢得了邱香的好感 不久后,内王来到华府宣传自己想送给华太师一张唐伯虎的真迹 但又非要太师拿出一张比这幅画更好的唐伯虎作品 这时候,唐伯虎再次挺身而出 与宁王的一个手下进行了对对子的较量 将他逼得直吐血 后来在与宁王另一个手下夺命书生鄙视武功的时候 不小心弄坏了宁王带来的画 于是只好带着邱香来到了后院 又画了一幅更好的画作堵上了宁王的嘴 由于唐伯虎在宁王这件事中的表现 华夫人已经猜出来他就是唐伯虎了 于是就将他关了起来 邱香在夺命书生来华府的时候趁乱偷偷地将他放了出去 但唐伯虎却在换了一身衣服后 又回来用唐家霸王枪打扮了夺命书生 救了华府所有人的性命 最后唐伯虎终于取到了秋香 保得美人归 这是新爷最早出演的起剧电影之一 每个镜头都是让无数电影人争相模仿的经典 影片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笑点 对每个人物的刻画也都十分丰满到位 是一部值得仔细欣赏的电影 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再见